第140章 对质 输了 没想到朱炳勋真的输了 这简直跟奇迹一样 先天六重巅峰 还拥有一件灵气的朱炳勋居然战败了 那有什么 虽然朱炳勋已经是跨入了先天六重巅峰的境界 但是那叶熙文佑岂是等闲 也是炼化了真元的存在 是啊 在没有开打之前 谁又能料到两人居然能有这样的实力 是啊 这两人都可惜了 如果不是提前碰上的话 冠亚军都没有问题 不过刚才你听叶熙文说了没有 那朱炳勋是给别人当狗 才被人提升实力的呢 原来是这样 难怪 我说 我也认识那朱炳勋 非常的校长 但是实力却是一般般的 怎么会突然一下子变得这么厉害了 他是给谁当狗啊 你们不知道吗 朱炳勋以前听说 就加入了真传弟子罗师兄的派系 一凡神功之中 罗师兄是五年前刚刚踏入真传弟子的行列的 这朱炳勋当年就已经是加入罗师兄所在的派系了 这么说来的话 这朱炳勋就是被罗师兄 噓 小声点 你不要命了 罗师兄就在上面 被他听到了 你们都不想活了 是不是 一个弟子小心翼翼的说道 就算罗师兄是真传弟子 也不能这么做吧 简直是破坏规矩啊 如果每一个真传弟子都随便这么提升自己派系中的人的实力来争夺冠军 那不是被他们那些真传弟子给包援了 还有我们什么事儿啊 一般来说 只要晋升到了先天六重之后 都会选择提升成为核心弟子 因为和核心弟子相比 内门弟子的待遇相差不是一般二般的多 这也是为了防止有实力已经很高强的弟子 依然停留在内门弟子的行列之中 夺取了内门弟子的机会 这并不是强迫性质的 所以朱炳勋这样也不能算是违规 以前也有出现过先天六重的弟子参与种子弟子争夺大赛的情况 如果他是自己修炼到的 那没有人会说什么 但是偏偏偏刚才叶西文也提到了 却不是自己修炼的 而是被人强行提升了功力之后派来参加的 这就等于示范了巨大的忌讳了 就如同那个弟子所说的 因为每一个层次的弟子所得到的待遇都是不一样的 内门弟子得到的资源本来就远不如核心弟子 如果核心弟子还来争夺这种冠军的话 那让内门弟子要怎么办 所以这是非常犯众怒的事情 这些本来只是小声的讨论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讨论 渐渐喧嚣沉上 高抬之上 罗亦凡脸色有些难看 冷哼一声 这些内门和外门弟子的讨论声 自然不可能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他身为真传弟子 不需要想谁解释什么 只是又一次失算 让叶西文逃过一劫 这让他非常的愤怒 非常非常的愤怒 这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挑衅 叶西文必死不可 罗亦凡心中杀意在沸腾 绞杀成一片 叶西文非但击败了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朱炳勋 更完全废了他的武功 连所谓的尸首都不肯装一下 就在大庭广众之下 直接伸手废了朱炳勋的武功 也没有任何的长老出来喝止 在这个擂台之上 本身就是生死自负 出来了也站不住脚 叶西文这一下极大的震慑那些内门外门的弟子 叶西文居然如此厉害 虽然叶西文一路以来都是轻松的过关斩将 所有人都猜测他应该还有保留实力 真正的实力应该非常厉害 但是没想到居然强横到了这样的地步 真元随手出手 比起刚刚还很嚣张的朱炳勋 更是厉害了不必知道多少倍 叶西文他才是刚刚一个新人呢 怎么会如此厉害 这简直是不符合常理的存在啊 尤其是对于他们这些老弟子来说 简直有种想撞墙的冲动 他们都败入总宗多少年了 而叶西文才败入总宗多少年 一年都没有 他们败入总宗的弟子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一样 但是他们的实力差别 却也像是天差地别一般 叶西文在他们的心中 顿时变成了高深莫测的形象 和震惊的其他弟子相比 千语阁的弟子则是一片欢腾 叶西文的实力越强 他们的安全也就越有保证 他们也就越不会受到欺负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叶西文的形象早已经超过了叶峰 燕赤灵 等几个千语阁中的高层了 虽然他们是千语阁中的高层 而叶西文几乎不怎么管事 但是这是一个实力至上的世界 实力高强的人更能得到所有人的敬重 叶峰等人也确实都很有实力 以他们的实力过两年就能成为内门弟子之中出类拔萃的存在 风云人物 甚至十年之内都有非常有希望突破到核心弟子 将来真道也是可期 但是这都比不上 叶西文在他们的面前 一个一个得击败他们眼中 简直不能击败的敌人的时候给他们带来的震撼 无论是之前 叶西文救了他们 还是现在叶西文过关斩将 击败那些高手犹如是砍瓜切菜一般 在他们的心中都树立了一种无敌的形象 没有叶西文击败不了的敌人 那是一种无敌的信念 任何一个派系的都需要有这样的人存在 才能带领派系走上更好的发展 只是千语阁的情况比较特殊 叶西文不怎么管事 叶西文也不管那些人是怎么议论的 只是缓缓走到朱炳勋的面前 冷冷的说道 朱炳勋 我说过 你如果以为你能靠着那些依仗的话 你会后悔的 信信吧 这不是生死擂台 不然你现在就是一堆烂肉 对于朱炳勋 叶西文一点好感都没有 和罗亦凡是一路货色 觉得自己尊严受损 就要别人死 偏偏还惹到自己的头上 朱炳勋虽然武功倍废 但是却没有昏过去 这个时候眼神异常的怨毒 如果有眼神方面的神通 现在就要把叶西文捅他一个三刀六动 恨极了叶西文 他一生骄傲 但是却两次被叶西文收拾的跟条丧家之犬一样 恨不得一死了之 如果卖身给魔鬼能杀死叶西文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的卖身给魔鬼的 但是他现在身体里一点力量都没办法超出来 他的丹田被叶西文一掌拍碎了 真元已经完全没有了控制 如同撒开了腿狂奔的野马一般 在他身体之中的经脉之中狂奔 四处破坏他身上的经脉和穴道 等等 他绝对不会想 如果自己不去三番两次的招惹叶西文的话 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在他的心中 只有对叶西文的仇恨 如果没有叶西文的话 他就不会受到这样的痛苦 叶西文根本不管躺在地上的朱炳勋 没有当场杀死他 已经是考虑到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不合适了 朱炳勋三番两次的威胁要杀死他 这点 其他许多弟子都是听到的 因此就算元宗高层问起来 叶西文也是可以有回答的 叶西文 不过是擂台赛 你下手太狠了 有为我正道舞者之风 这时候传来高台之上一声悠悠的声音 正是罗伊凡 叶西文冷笑一声 终于忍不住了吗 心中各种计谋闪过 对方可是真道弟子 哪怕只是这十年才刚刚踏入真道的 对于真道之下的舞者来说 依然是一个需要仰望的存在 一旦确定要对他动手 就要策划的万无一失 一旦失守 那么可能就会是天大的麻烦 叶西文冷冷一笑说道 罗师兄这话有失偏颇 这朱炳勋的实力有目共睹 不知道给谁当了狗 居然给他作弊 提升了实力来抢我们内门弟子的席位 我实力弱小 可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失守了 叶西文言语之中 就给罗亦凡设下陷阱 让那些内门弟子的怨气 都冲着罗亦凡而去 现在谁不知道 朱炳勋就是给他当狗 而给他提升实力的那个人 多半就是罗亦凡 住口 什么失守 这么多长老和真传弟子在此 你居然还敢信口雌黄 你分明就是家私报复 那么明显的挑拨 罗亦凡当然不会听不出来 虽然他不在乎那些内门弟子在想什么 但是被叶西文这么赤裸裸的设计陷阱 还得往下跳 却让他憋屈无比 罗师兄此言诧异 所谓拳脚无眼 没有人能预料到会发生什么 何况 这比赛的擂台上 生死不咎的规矩 难道罗师兄忘了吗 叶西文一声大喝 声波直冲高台之上的罗亦凡 竟是直接冲着罗亦凡而去 周围的弟子看得一阵目瞪口呆 没有想到叶西文居然敢朝着真道弟子罗亦凡大吼 这气魄不是一般的大啊